他問的是,這個就是酸辣 會不會是你說的這個百官的問題 這應該是酸辣吧,對不對 是啊,沒錯 看看這個酸辣,這個也沒有錯 保命已經出塞了 瞄了一眼,就說這是百官的這個問題 確實他的長頭那個地方有像這樣 那種堵水堵水 你最少看有一點點,有一點點白色 外面的荷葉都紅了 比較嚴重的荷葉草辣 或是從中路上倒下來 這種非常典型的 有時候你看到荷葉草辣 荷葉草辣的荷葉草辣 荷葉和荷葉草辣的這個地方 應該都有比較白色 如果說比較多的地方很明顯 你就看到它有這個白色的一個現象 所以這種是非常標準的一個 現在它下去,它就很快就會爛掉 你會噴到酸辣海氣的噴到草辣 尤其酸辣因為寒流 所以這種東西就有一個很標準的一個草味 所以我們會去看它,會去感受到一種的一個味道 還蠻重的 所以這是我們在在財管理裡面 要特別去小心注意的一個這個地方 因為現在跟陸前衛這個運動要更盡 所以這個白鹹病,很多人都會受盡 哇,這已經真的很多便 這個農業店跟它說酸沒有白鹹病 那如果是跟它說酸沒有白鹹病的這個農業店 那也是夠嗆的 也是算是如何對自己這個極度有信心 其實酸辣是沒有白鹹病的一個推薦用藥 這句話這樣說是對的 就是說在植物保護手冊裡面 找沒有白鹹病的一個這個大蒜白鹹病 它找沒有這個油 因為它沒有用力 但是它沒有白鹹病 油啦,怎麼會沒有白鹹病呢 對吧 它和蔥的白鹹病是一樣 就是說 我們在植物裡面並沒有這個推薦的一個用藥 讓你來用在這個白鹹病 所以你去看看那個 植物保護手冊裡面 就是說大蒜推薦用藥的時候 哎呦,不好意思 真的沒有白鹹病 所以他們說 那植物沒有白鹹病,親在公共的 其實不是啦 所以他會給它配什麼 讓你用這個 在我們改黨委裡面這個藥去改這個塞蒜 譬如說 這個亞托民 譬如說這個伊浦銅 其實還是撲滅磷跟福多磷最好用 所以但是沒有辦法 這兩支藥都不是蒜頭的一個推薦用藥 這就是我們請教在這部裡面 在跟好朋友說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一項藥 你蔥啊,菇菜這個都可以用 但是這個蒜頭不能用 為什麼因為它沒有擴大使用 這是我們法律上的這個問題 但是管的人沒有人去管 因為大家就說 那龍藥放寬幾百倍 如果聽到這個就 那就不敢講 因為它不懂 所以有時候 對著一些 不賣的不賣的你不知道他們在賣什麼 所以有時候會很生氣 所以以前的人說秀才遇到兵 有理說不清就是 因為你不知道他在賣什麼你知道嗎 你真的不瞭解我 他們兩個是在賣什麼 不知道 他說的是說這個 他說的是說 他們兩個都不在一個頻道上面 這是比較可惜 所以我們在選擇 我是建議 你可能可以 有一支手邊這個藥仔雅托房客做 這一般我們拿來做這個藥仔 做這個別關的藥仔 好像還可以 但是還是很有限 他說最主要是刻意的雅托民 房客做有一點點好 但是那個效果不好 所以我們的建議說 你就是用這個藥仔雅 當然在法令上 不然是不可以這樣跟你說 就是說不可以這樣跟你說 什麼叫你用這個 撲滅靈還是福多寧玉 你這兩個藥都沒有被推薦在大蒜上使用 大蒜上就有白鑑病 白鑑病要用什麼 沒有藥可以用 沒有推薦用藥 但是 在我們的一個專家都告訴我們 因為目前沒有推薦用藥 所以可以參考 蔥的白鑑病的一個防治方法 蔥仔這個白鑑病靠什麼 撲滅靈無多寧 所以這大概是 我們當然比必須要得愛更 因為它很爛 所以我們因為那個這個 這個白鑑的下去後 它會把那個 蓋一個磅在那裡就對了 所以現在溫度又高高了 所以要更 還沒真的冷 所以呢 會去做洗蚊性的這個病 所以我們要蓋這個保利美術 所以你大概就是這樣用 這個 你如果是去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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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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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拿白鑑 給你用 都說 他們 他們 公司研究的 特別有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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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這個 撲滅靈 不然就是 有多年 這個 他還給你教一支 這個 保利美術 差不多就是這樣而已 那 有時候 頭子 可能 他會拿 這個 雅脫民 給你 雅脫民 有時候 抵不上的條 所以他會拿 這個 那他如果是 還沒理這種 撲滅靈 還是有多年 這樣是不是 就是他 他整個 沒理 白白 還會比較好 所以 那當然 這種 不是正確的 我們 其實 在這裡 要向好朋友 表達的 就是說 我們要一個 正確的 一個 這個 用藥 我們可以 要 要 整個 用藥 合法 這種 白白 大家 領口 因為他 裡面 什麼東西 我們不知道 到時候 反正 像宜蘭 那裡 只有 白 只有 米粉 全都不知道 在痛 這樣 也不好 好 這個 房子上 的 方式 讓你 稍後 做 參考